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大大学的三坡地地形非常适合加强选手的肌耐力与心肺功能的训练 这次集训会善用学校提供的支援 目前集训方式上午是选手体能训练 下午是球季的训练 此外也会是球员的情况 在周二周四夜间进行个人加强训练 幸运的能够到大一大学里面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充分利用到学校的资源 那当然我们的训练的一个模式里面 早上是偏重在这个做体能训练的一个部分 还有我们的一个发球跟接发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那下午的一个训练里面 我们是着重在整个团队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模式 那我想我们每一次的一个训练的过程里面 都是非常的严谨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很感谢大家大学提供我们这么好的环境 球迹的方面有见以往战败大多因为选手稳定性不足 与发球的迫害力不够 所以这次集训相当重视接发球的练习 以及选手良好态度的养成 集训前两周着重在基础体能的提升 在球员调整好体能状态之后 训练重心将转为球迹的加强和战术的演练 预计到9月初赛时选手都将达到最佳的状态 参加过很多国际赛都自己提升能力 其实就观念技术这方面 就可以去国外跟不同的国外选手打 其实经验可以大大的提升 比在国内这样子打 其实经验是很不同的 所以你觉得参加这种国际赛 其实会经验一个选手的经验提升是很大 当然当然提升当然是很大的 对啊 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练了那么多 当然会想去国外看一下 测试一下自己实力在哪里 第一次进入国家队还蛮高兴的 能跟这些就是在切岩赛中 就是在顶峰的那些学长 能跟他们一起打球还蛮快乐的 因为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也很庆幸说这一次选入国家队 能替国家争光这样子 第十六届亚洲男子排球锦标赛 今年5月13日亚洲排联 已经在中国北京举行分组的抽签 中华队与地主队伊朗 印度阿富汗同属A主 对手实力不容小觑 亚锦赛是2011世界杯男排赛 2012奥运资格赛 以2012世界南排联赛的亚洲区资格赛 首战中华队将与印度队交锋 这场比赛胜败是中华队 可不可以晋级前八强的关键 目前球队是以打进前八强 争取世界大赛资格为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